哈喽,大家好,非常欢迎大家今天要来到了我们的DIY创意与灵感啦 在我们今天的视频当中是想跟我们的观众朋友带来一个非常非常棒的 这个手工制作或者是关于一个旧改造 还有这个非无利用的一个小的主题 那比如说在我们的生活当中会有非常非常多的剩余的彩色的亮片 它没有别的一个用处 但是呢我们可以把它重新的进行一个收纳和整理 然后可以放在这种小的罐子里 也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不错的一个选择 这样的话呢可以方便于我们下次再继续使用 或者呢可以像我们今天的这样 把各种各样的彩色的亮片去给它进行一个混合 然后放在我们这个小碗里面 再加上一些胶水就会变成一个非常非常棒的一个彩色的水晶亮面胶 可以把它进行各种各样的DIY的手工制作 也是特别特别的好 那我今天呢就给大家来展示一下 怎么样可以把它变成我们非常漂亮的水晶的这个胶水呢 先从这边开始 那我们的小勺子呢是有一些些的大 我们可以先把它放在旁边 用我们这个小的木头片 把它从勺子上给它刮下来 这边也是要给它再刮一些 我们这样的话呢是可以用它的棉签 或者是用我们的牙签 也呢是给它稍微的长这个取下来一些 再加一些我们非常喜欢的金色 还有金绿色 这边呢再加上一些我们的蓝色 整个看起来呢非常非常的漂亮 就像我们的一个银河的颜色一样 非常非常的好看 各种各样的一个亮片呢 都在我们这整个的胶水当中 那我们现在还可以把它进行一个混合 混合好了之后 还可以在里面再加入一些我们的亮片 稍微再多加一些 可以让它的质感变得更加的不错一些 可以把它的慢慢的是挑进我们的小的盒子当中 好啦 那我们整罐的彩色亮片的年胶呢 就已经做好啦 用到我们这样的一个年胶 你可以把它放在我们的信封上 比如说去进行一个封口 或者呢是做一些DIY的小的装饰 各种各样的一个装点 都是非常非常的不错的 不要忘了可以订阅我们 给我们点赞 和在视频的下方给我们留言 那么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希望你能够玩得开心看得愉快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啦 拜拜